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上課囉 OK 新年快樂 大家晚安 2017年的第一天晚上 很高興在鐵花村跟大家分享 我是鐵花村的村幹事 我叫大大 我要先介紹一下周遭的環境 有一些事情也麻煩大家配合 我左手邊就是你們右手邊的這間小屋 它是歌手的休息室 所以非工作人員請不要進出 粉絲角很激動 其實你們會看到小金具會跑來跑去 所以OK的 我的右手邊就是你們的左手邊 它是我們的洗手間 為什麼要特別介紹 好 請放心周圍300公尺的最乾淨的洗手間 覺得在這裡 請大家放心使用 OK 你們的正後方是吧台 今天的票 每一張票都可以兌換飲料 請記得維護自己的權益 那八台後面有兩個小舖 是鐵花這邊的直營的小舖 你們想要一些很 這邊在地的一些文創的東西 這邊有一些 來這裡演唱過歌手的專輯 在那個地方都買得到 有一些台灣非常不錯的一些物品 當點伴手裡是不錯的選擇 今天我們的外圍 正外面這一排是鐵花村的漫市集 鐵花村的漫市集 鐵花村的漫市集 基本上應該是很有名的市集 我們非常的慎選彈友 它上面的東西都非常的獨特 而且你不要覺得說 看到明星片就明星片了 去看看它是真的都是 就是前面做的那個 做的他們自己做的 肥皂啊什麼的 都非常的獨一無二 後面是農夫市集 農夫市集可以買一些吃的東西 用在地的食材所做的東西 出入鮮來的奶酪 然後地瓜酥 什麼的有些滷味 可以吃一點當地的小點心 好 那請注意一件事情 抽菸的朋友 麻煩鐵花村全區都禁煙 除了一個地方 現在就是我們的右手邊 橘色衣服先生請揮手 除了那個地方 那一個小區域可以抽菸以外 其他地方請不要抽菸 那另外一件事情 今天晚上的演出可以拍照 但是麻煩不要太興奮 請不要用閃光燈 請不要干擾其他觀眾朋友的權益 OK 好 那要介紹今天的演出的朋友 紀小鈞 我想小鈞 大家應該都知道小鈞吧 知道齁 OK 紀小鈞是台東南王部落的主人 那在很長的演唱裡面 他都多數會以部落的母語歌曲 或者是部落的創作歌曲為主 他唱的東西非常能夠詮釋所謂的台東精神 那特別是原住民 北南族南王部落的精神 那今天的演出 對小鈞來講其實是一個 算是一個可以很紀念的事情 因為其實小鈞前段時間才縫母商 然後昨天才做完了整個部落的大廚商 等於是在這個大廚之後的第一次的正式演出 所以他會需要你們更多的掌聲 然後也希望你們可以給他更多的鼓勵 讓這一個很勇敢的女生 可以繼續把他的好聲音跟大家一起分享 OK 好 話不多說 那我只代表台灣好基金會 跟鐵花村的所有同仁 謝謝你們今天晚上來到鐵花村 那我們現在就請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紀小鈞 右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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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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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